火警以外 台东市正气路与京城路口一栋四层楼出租套房 在今天凌晨0点22分左右传出了火警 警销据报出动了市区消防车辆救援救出了四位民众 不过有一位男性逃生不及不幸葬生火枯 根据初步的确认身份 男子是68岁的阳性租客 火市约一个半钟头之后获得了控制 据出租套房老板娘向警销表示 这名阳性男子经常喝酒闹事 昨晚又再次喝酒 而今天0点住在阳南隔壁的另一位租客通知 说隔壁传出了烧焦味道 还窜出了浓烟 上去一查发现阳南的房间开始起火燃烧 拿出灭火器也无法扑灭 他于是赶紧逃出 而真正起火的原因 消防见识科已经来进行调查理清 我是哈远怡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 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 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喔